枕边经典 由于世人更喜欢同欢乐 而不是共患难 使得我们习惯于炫耀自己的财富 而隐瞒自己的贫穷 当我们感到众人对自己贫寒的窘境一览无余 却极少抱以同情的时候 那种羞耻的感觉 简直是无以复加 然而自己我们追求财富 远离贫穷的主要动力 并不是这种淡薄的人情 那么是什么 促使世人忙忙碌碌 劳苦终生呢 他们追名逐利 争夺权利 一心向上爬 到底是为了什么 若说是为了维持温饱 那么体力劳动者最低的工资 就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 安居乐业 还可以赡养家庭 在认真研究过他们的收支状况以后 我们发现 他们把大部分的收入 用于那些为生活提供方便的奢侈品 而且 有时甚至会为了博取虚名 而慷慨解囊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他们的生活 那些出身上流社会的人 为什么害怕落入这种 不依舒适 茅屋露相的窘境 即使无需劳动贵体 也觉得生不如死呢 是认为自己的肠胃更高级 还是觉得在高堂居室里 睡得比茅屋草房更香呢 事实刚好相反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不愿明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 引起了社会各阶层 都无法逃避的竞争 我们为了实现 所谓人类的伟大目标 改善生存状况 而追求的利益 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大家关注的焦点 从别人的注意中 得到同情满足和赞许 真正让我们动心的 不是安逸享乐 而是虚荣 但虚荣总是依赖于 我们对自己 能够得到关注和认可的信心 富人为他的财富 而骄傲 是因为他觉得财富 自然会为他带来全世界的关注 而他心中所有 由此而生的快意 都很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同 这种感觉 使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 也使他更加看重自己的财富 甚至超过了财富 为他带来的一切 相反 贫困让穷人感到耻辱 因为他觉得 人们因为他穷 而看不起他 即使偶尔注意到他 也不会同情他的痛苦和不幸 尽管默默无闻 还不等于被人否定 但是低下的地位 让我们得不到尊重和认可 从而走向悲观失望 穷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会有人注意 他们在那庭广众之下 如同在自己的茅屋当中 一样的灰暗 人们假惺惺的嘘寒问暖 只能让他们更觉得难堪 并不能带来 纸醉金迷的享乐 人们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 就算他们痛不欲生的表情 让旁人无法回避 也只是招来轻蔑厌恶的眼光而已 那些春风得意的人 不能容忍可怜人 在他面前逞强 让他们安逸平静的幸福 对可怜巴巴的惨像打败 那些为高民众的人 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人们争相亦睹他们的风采 幻想着身处那样的地位的人 会有多么的值得意满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公众的眼睛 一言一行都处于人们的目光中 他们是盛会上万众瞩目的骄子 众望所归的楷模 人们渴望从他们那里 得到激励和指示 只要没有荒唐可笑的行为 他们随时都会成为 人们注意的对象 引起关注和同情 虽然随之而来的条条框框 会束缚他的自由 但是他们也因此 获得了众人的羡慕 这对于他们含辛茹苦 担惊绝是一种补偿 即使为此失去忧郁闲适 无忧无虑的生活 也是值得的 那些伟大的人物 在我们的想象中 往往被涂上 富有欺骗性的色彩 近乎一种抽象 理想中的完美状态 那正是我们在 所有的白日梦中 为自己描绘的人生蓝图 我们由此对这些 值得意满的人 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 对于他们所有的偏爱和愿望 我们都一步一驱 任何对这些迷人形象的 污蔑和损害 都让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甚至为他们祈求永生 难以接受这种完美的体验 会被死亡终结 如果他们被迫抛弃 那尊贵的地位 走向上帝为子民们准备的 那个可怜而温馨的归宿 我们会觉得过于残酷 好了 今晚的内容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对于金钱 财富 每个人都有追求的理由 那节目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来自热播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结尾 在周莹的设计逼迫下 沈四海破产以后 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 我这一辈子最怕的 就是没有钱 为了挣钱 我什么苦都可以吃 什么委屈我都受 什么我也都可以卖 包括良心 可是我付出了这么多 到最后仍然是一无所有 但是这都不是最惨的 因为我突然发现 没钱的感觉 原来并不是我想象的 那么可怕 你们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 最惨的 是我突然发现 我以前为挣钱 所付出的所有 其实并不值 太不值了 那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也推荐大家看一看 孙力晨晓 领先主演的这一部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 好了 今天晚上就是这样 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 送给你 祝你晚安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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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